如果你现在是在上课,请先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放下手机啊,我去上课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志力 在之前的视频中呢,我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 我认真地反思了一下,痛定思痛 我是如何从一个认真好姐姐型的阿护主 变成了一个沙雕型的阿护主 不能这样了啊,事态太严重了 我还没找对象呢 所以这期视频我打算回归本心 出一期大学生新生入学好无推荐 让大家充分地体会一下大学生活好 大学生活好 住下铺的同学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兄弟,我冲在线拿上来呗 哎,好嘞 真的是很烦很烦 但是呢,哎,我住上课 哎,气死你 在这里呢,我想对我的下铺说 为了减少下铺同学的辛苦 我们就需要在床上买这样一个挂篮 可以放一些充电线啊,充电器啊 和一些自己平时在床上能用到的东西 同时呢,咱们还需要买一个床上垃圾桶 用来放咱们平时吃剩的零食包装袋之类的 当然了,住上铺也有上铺的难处 每次上床前脚踩在冰冷的梯子上 那感觉就好像在做足底按摩 所以呢,上铺同学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的海绵垫 既可以防个脚,又可以防滑倒 当然,如果你在男生寝室滑倒了呢,就... 肥皂什么意思,就克制不住去见了呀 一个寝室的作息时间呢,肯定是有出入的 现在有的同学就是夜猫子 我呢,就是10点钟睡觉,6点钟起床的老年人作息 我们就需要买一个厚一点的床帘 遮光的同时呢,也可以有自己的自然空间 同时可以搭配上眼罩和耳塞 眼罩呢,我推荐大家买那种3D立体眼罩 给你遮的一丝光都不剩 每次摘下那个眼罩的时候 我心里的感觉就是,啊,光明 这次眼的光明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床上看个书,用个电脑 可以去买一个折叠书桌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去买那种 放在床尾的非折叠的历史书桌 既不用每次都移动 同时呢,也可以放一些书 虽然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更加方便 因为寝室的灯光其实还是比较暗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买一个连在充电宝上使用的LED长条灯管 个人觉得这种长条灯管的招生范围比台灯更加大 同时功耗更少,学好时间更长 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 建议大家买两个充电宝 一个随身带走,另一个放在寝室充电 不要觉得奢侈 当你头一天忘了给充电宝充电 第二天召集出门拿充电宝的时候 你就会回来感谢我的 有的学校宿舍是没有镜子的 推荐大家买这种拼接镜 就是几个正方形的镜子 用双面胶粘在墙上 使用和安装都非常方便 大家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造成镜子摔下来的这种飞机 如果你们的宿舍成员的护肤和化妆工序都比较繁琐 那么我推荐大家每个人买一个LED灯 像我们寝室之前只有一面穿一镜子的时候 大家都是插空迂回化妆 矮个子的女生站在前面化妆 高个子的女生站在后面化妆 把下巴发到她的头上 我太难了 宿舍里大家的鞋一般都是一起放在鞋架上 普通的鞋盒很难分清楚谁的是谁的 只能一双一双的打开找 一边找一边闻别人的臭脚牙子闻 买了这种透明的鞋盒 可能在鞋盒的外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既能很快的分清楚谁的是谁的 也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双 这里还要专门推荐给女生一样东西 姨妈店 就是你来立架的时候铺在床上的东西 可以避免惊喜晚上伸漏到床上的尴尬局面 大家别忘记买一个内衣袜子收纳盒 有效避免袜子穿来穿去只剩一只 孤孤单单 就像她的主人一样 是一条单身狗 像我们学校是一个楼层 共用一个洗衣机 卫生起见 大家可以自备一个消毒液 专门用来给洗衣机消毒 到了大学 一个人生活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生病的时候 除了听傻逼男朋友说 多喝热水 我们还要自备一个药盒 放上那些 我们平时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药品 每一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 一定会被学弟学妹问的一个问题 不是怎么好好学习 不是怎么靠上妹子 而是 学姐 学校门口哪家理发店靠谱呀 那么学校门口到底哪家理发店靠谱呢 答案就是 都不靠谱 去经常给我剪图的一个解说 一般的理发店不是都会招学徒吗 但是呢 他们又不敢真的让学徒去给顾客剪头发 他剪坏了顾客挑毛病 所以学徒觉得自己学的差不多了呢 就会去学校门口的理发店应聘 因为大学生嘛 相对来说素质比较高 性格也比较好 不会因为一个发型剪坏了 就自把吵叫的要见老板 这样呢 学徒们就可以不断试错 成为一代真正优秀的Tony老师 而我们就变成了他们的小白树 所以答应我 不要在学校门口的理发店剪头发好吗 作为一个一共丢过五张饭卡 七张水卡的人 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 大家一定一定要去买一个卡套 在卡套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班级 联系方式 等等信息 除了防丢 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缘分 像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呢 就是他捡到了我的饭卡 我们俩认识的 另外建议大家不要总是订外卖 真的是太贵了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呢 一个月大概要花三四千 但是我感觉自己也没买什么东西 你看账单呢 发现自己全都花在了订外卖上 不完全统计 我们学校是全国订外卖最多的高校 自从我开始减少订外卖的次数 我开始吃食堂之后 我就发现我们学校的食堂真的是太精彩了 锅爆肉 金针菇 乳鸭腿 所以大家不要再订外卖了 对自己的学套食堂有点信心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囤的东西 像现在是开学季嘛 淘宝啊 京东啊 可能都会搞一些个活动 跟骑士室友拉近距离的最好办法 就是一起买买买 这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买一些消耗品 比如说卫生纸啦 卫生棉啦 或者是洗液 当然买洗液呢 有一个弊端 就是你跟你室友都是一个问 同时呢 这个味道的长度啊 还可能根据你囤洗液的多少 长达好几年 最后根据惯例呢 这种毫无推荐类的视频 我肯定是问了我的朋友圈的 我的朋友圈真的就是我的智囊团 我爱你们 我整理了一些他们分享的东西 也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着情购买 最后说一点走心的内容 我看到很多up主呢 都会介绍自己上大学的经验 包括要不要参加社团了 怎么恋爱 怎么学习 我就很困惑 我当然知道这些up主都是好心 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性格的原因吧 我真的很怕去做干扰别人人生的事情呢 哪怕只有一点点 像前几天呢 有一个妹妹突然联系我 我俩小学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 但是长大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她说她想成为一个经纪人 但是她妈妈很反对 想问问我的意见 我就说想做一个经纪人很好呀 你不妨趁着上大学的时候 去做一些和这个行业相关的兼职 慢慢的去了解这个行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同时呢 也对自己有一个清醒和理智的评估 看看自己是否有成为一个经纪人的能力 后来呢 我又把这件事情跟我的妈妈讲过 然后我妈妈就说 她问你是相信你 所以你应该给她一个正确的意见 让她不要去做经纪人 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 我就很震惊 什么叫正确的意见 我一个傲视出头的年纪 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对别人的人生下定义做判断 去干扰别人的人生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亚异于咱们上一辈人那种 觉得自己做的 说的就是对的 真的正确的那种 惊呼愚昧的那种自信 这也是我为什么做这种新生向的视频 我只敢做毫无推荐 不敢做经验分享的原因 我真的很怕因为自己说的一些话 可能不够全面不够负责 而对一些相信我的小伙伴 就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我真的很想 很想对大家说 这是你的人生 你可以去听取 去吸收别人的意见 但是很多事情 还是要你自己去判断 去决定 我前面说的那些东西都可以不买 但是我接下来说的话 希望你可以记住 祝你有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些四年 祝你有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些四年